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妹妹女被一把推下深渊 没想到男主就像英雄一样 迅速飞下来救下她 画面来到父亲女当时生下怪物宝宝后 当时的她却是想杀掉亲生骨肉 然而哭声还是唤醒母爱 老妻女儿交给男主来照顾 自己则只敢在远处看着 知道某一天才敢去面对 重新拾起作为母亲的责任 然而就是发生了那件事 让父亲女又一次不该面对 为了可以永远认出女儿 故意在她手臂划开一道口子 还不懂倒了什么也替让伤口无法愈合 燕金就是在当时反抗时弄伤的 跟男主救下妹妹女后 没打算打招呼就转身离开 也让妹妹女终于知道 一直以来救下她的 并不是哥哥,而是男主 但她却没打算要去救 连续两次警告不让她靠近 燕见妹妹女要送死 大叔男及时赶到阻止她 也因为这次的事情 让操控女不再相信男主 准备以牙环牙抱负人类 男主本想劝她回家 并那父亲女还在火场就立刻赶回去 小怪物试图叫醒眼前的人类 却被倒下的木板砸中 说信男主及时赶到救下一人一怪 等大叔男回去时 看到房车竟然在莫名震动 打开门一看 帅哥男竟然中毒了 面医女却像科乐药一样 刚才那碗东西是毒蘑菇 面医女体内有抗体才没事 大叔男只好先做经济处理 之后才再炒药给帅哥男 中世男收到求救信号 准备独自一人救人 一向来阻止的上世男 因为和博士男交易 允许他多带几人去实验基地 一期男自然坐不住要跟着去 许久没出到外面的博士男满满兴奋 还带出来一个奇怪的箱子 没想到他突然大喊停车 说是肚子不舒服要原地解决 中世男只好派火枪男跟着他 其他人则在原地戒备 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怪物 火枪男赶紧带博士男离开 结果这家伙死不放弃箱子也算 还拖着拖着朝大怪物 更重要的是自己又不够力拖箱子 火枪男只好一边撤退一边帮他拿 车外的人立刻开枪掩护 说信经过一轮打怪后安全撤退 四个傻子都知道箱子有什么秘密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团怪物尸体 却是博士男刚才偷偷取下的 等来到离岛时 几人分成两队各走各的 而无论是上司片还是恐怖片 分开走的后果就已经注定好了 不重要男在告白被无情拒绝后 突然就在墙后听到什么声音 班长女同样听到了怪物的声音 收起之前的脾气让爱美女帮忙 怪物的出现导致信号不稳定 所有电话响起都预示着有怪物 不重要男刚好进来更确定发生不好的事情 军团的人立刻找上班长女 要她立刻集合来点名 等班长女来到大厅后 爱美女也很自觉去执行任务 乌鸦军团的人早已穿好装备 上司男带头演讲 让部下门隔上自己来证明清白 班长女不仅拍了拍手 让上司男也来证明一下自己 早有症状的她也只能硬上 没想到电源突然中断 才让上司男安全上岸 等班长女回到房间后 嘴里一直念到不够时间了 还似乎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 另一边的义气男和两人下楼梯时 门后的门突然自动打开 等她和火枪男进去后 幕后的队友还没进去 门就关上了 任凭义气男怎么呼叫都没用 等门又一次自动打开时 地上的鲜血都说明队友遇害了 果不其然走上楼梯后 队友已经在怪物的口中 义气男一看都崩溃了 用尽力气却只拖到一只手臂 说信火枪男让他振作起来拉走他 还开枪拖住一团粘液 另一边的宗世男走进房一看都惊呆了 眼前的怪物已经进化到另一个阶级 只有博世男这个疯子还想去摸 宗世男虽然担心他会做出什么举动 但为了队友的安慰只好先留他在这 等帅个男脱离危险后 就邀请大树男去到体育馆 只不过他并不信任所谓的人类 大树男看到什么突然举枪戒备 原来是男主带着重伤的腹肌女 说信免疫女阻止大树男才射偏 但他对男主这种怪物还是很有敌意 一枪射中肩膀警告他 妹妹女被迫以免疫女来威胁他 却反过来被控制着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一段时间 免疫女扔下匕首就和大树男离开 等来到一处没人也没怪物的地方后 大树男下车就是一顿炫 没想到整个人突然发软没力 下一秒就晕了过去 免疫女先是将他拖到房车里 接着就开始自己的冒险之旅 腹肌女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失去意识 打开氧气瓶却是空的 烟下要带回去体育馆也来不及 除了让他等死什么也做不了 男主知道必须做些什么 走出来时被帅个男问了问题 也就是妹妹女一直以来在找的人是不是他 男主会应兵不是自己 而是一个比自己更值得珍惜的人 就来到花园去找操控女 希望他能去见腹肌女最后一面 操控女却不以为然 方正清楚母亲并不爱他 不过在男主的追顿下 还是主动和他一起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腹肌女除了说对不起没别的话说 操控女牵着她的手发动能力 走到外面说她不会死 男主进去抱着尸体痛哭 没想到腹肌女突然苏醒过来 半个身体发黑开始变怪物 男主的一个衣食是操控女干的好事 腹肌女化为半人半怪物 有打不死的能力却凭着最后一世不伤害他们 还跳出去想避免伤害己人 男主立刻开启怪物模式 却反被腹肌女一把掐着脖子 人类的理性和怪物的血性在做抗争 男主通过接触直到他体内的欲望 亲手了结结束他的痛苦 自己折泪的倒头就碎 没想到的男主醒来后 懵孔变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美美丽丽克意识眼前的男主不是原本人格 说信这男主也没做什么 标示如果原人格死了 他也会很困扰 此时的伤识男友和黑暗面搏斗 杀人的欲望正逐渐吞噬他 一位部下有事情要报告 却怎么呼叫都没有反应 说信他在最后一秒恢复过来 原来早前会发生断电 是有人故意把电线剪断 而在这里唯一会有这种装饰品的 就只有会打扮的爱美女 看着掉落的戒指也无法反驳 另一边的颁奖女找上小胖男 一睁眼差点没把他吓死 说是有事要他帮忙 将他带进房间是一套客气话 小胖男虽然但小大捏不傻 没想到颁奖女突然割伤他 吓得他转身要去告诉其他人 但颁奖女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早就发现小胖男有症状 让他待在房间就去维修设备 等电力回复后 部下刚好带着爱美女来对峙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个大逼都 完全不顾看着他被带走 等回来见小胖男时 打开一道门让他进去 没反应过来就被踢下去 可怜的小胖男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任凭怎么呼喊求救都无济于事 随后传来的明显就是怪物的声音 在实验基地的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用电筒一照竟然有怪物和感染者 奇怪的是他们就像被故意分类一样 一系男刚起步就被感染者抓着 立马火力全开干掉这些怪物 身后有个男人淡定走出来 然而会出现在这里的绝不可能是正常人 将两人引到房后就锁死在里面 又瞬间出现在另一边将门关上 此时的钟世男和便当男来到医务室 突然听到铁柜里面有声音 打开一看却只是个软弱妹子 便当男温柔询问妹子是不是人类 还将外套脱下给他穿 钟世男立刻问世中男的事情 果不其然妹子有见过他 还似乎很熟悉自立的路线 等来到关押世中男的地方时 他就像受了什么虐待一样苦苦求救 然而妹子却不会打开门 钟世男只好让便当男留下来陪世中男 自己跟着妹子去找其他生存者 世中男将药物低给便当男 拜托他交给女友 因为那些东西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 崩溃大喊让他快逃 钟世男见面就用枪来谈判 而大叔和妹子自然不是人类 被枪射中也根本没事 让妹子动手轻松放到钟世男 便当男赶过去要救钟世男 就被另一个特殊感染者为了便当 此时被关着的两人听到口哨声 波枪男靠近一听就听到像变态的笑声 吓得他发疯似的对门乱开枪 往洞口一看就被瞬间干掉 意气难连救下他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拎便当 波枪男这边已经忍不住要触碰怪物 楼梯就走下一个人 没多说什么就转身离开 还慢慢将波枪男引到一个地方 跟走进写着MHE的房后 波枪男认得这里就是一切的开端 只不过还是不认识眼前的人是谁 季世男正是他第一个实验对象 触手攻击身后的玻璃缸 里面关着的正是富基尼的未婚妇尸体 在绿色公寓有个人破庸而出 周围的怪物就像看到可怕的东西纷纷后退 而自人正是妹妹的哥哥 以上便是甜蜜家园第二季的内容 我是何一 和维基期待第三季的到来